东亚前蝎的毒性有多强 本期视频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 绝对 兄弟们 东亚前蝎的毒性有多强 你们有概念吗 今天我带你们来解释一下 OK今天我们来看这条红龙蜈蚣 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大 可以靠近看一下 这家伙正在休息 它的长度达到了20多公分 这是东亚前蝎的饲养缸 因为里边密度确实比较大 所以康康想选一直出来 给蜈蚣喂一下 打开蜈蚣饲养盒的盖子 放入一只东亚前蝎 可能因为天气变冷了 蜈蚣没有第一时间 扑向东亚前蝎 这你俩咋还睡上了 来动一动 蜈蚣扑住了东亚前蝎 但是并没有咬 而是把它压在身子底下 我用镊子触碰一下蜈蚣的头 还挺光滑 这家伙真凶呀 差点把手咬了 然后蝎子和蜈蚣在饲养盒里边进行走位 好像相安无事 可是突然蜈蚣转头咬向了蝎子 他俩刚纠缠在一起 蜈蚣就立马甩开了蝎子 呀这蜈蚣不会劲呀 身体好像很扭曲 我去 这 完了完了 蜈蚣被蝎子遮了 这俩体型差距这么大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呀 你们看东亚前蝎还耿得看呢 这蜈蚣不断摆着头 应该是头部受到了重创 刚才应该是蝎子伪针 扎到了他的脖子或者头部 我们再回看一下刚才的画面 蜈蚣咬住蝎子之后 蝎子的尾巴确实刺在了蜈蚣的脖子上 离头很近 呀我有不太好的预感呀兄弟们 这东亚前蝎毒性这么大吗 这么小的东亚前蝎竟然把蜈蚣搞成了这个样子 蜈蚣张着毒牙把身体竖起来 竟然像一条蛇一样 这是什么情况呀兄弟们 这也太 之前东亚前蝎作为饲料蝎子 喂过很多猛虫 但谁知道今天如此强大的红龙竟然要被他反杀 可能是刺的位置离头比较近 但是即便如此 这俩之间的体型差距 这不止几十倍呀 而且这么大只的红龙蜈蚣 本身的毒抗是非常高的 但是竟然扛不过去 他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张着毒牙 用头抵着地面 看一下东亚前蝎干啥呢 这家伙迅速逃离 感觉蜈蚣还没有缓过来 哎呦我挺有点担心他 行吧我把东亚前蝎 这个家伙送回他的老巢 回去吧 哇这家伙太猛了 下面这么多同类住在一起 我们再来看红龙蜈蚣 他的情况我真不好说 感觉活性能恢复一些了 但是据我对东亚前蝎的了解 以及节肢动物中毒护的了解 我感觉他可能需要缓很长时间 甚至有可能都缓不过来 兄弟们一晚上过去了 我看一下红龙蜈蚣怎么样了 这咋的不动了 感觉状况不行呀 都是可以走 但是感觉头部很僵硬 就是他的身体 推着头往前走 头包括前面 对自己是脚都不怎么动了 跟他的牙齿 牙齿也不动了 他以前你抓他的时候 牙齿会不断地动的 现在牙齿不动了 头部也很僵硬 熟悉蜈蚣的人应该知道 他们的头其实很灵活 但是现在我感觉他真的不容乐观 就只能再观察观察了 兄弟们啊 你们也看到了 红龙蜈蚣 凶多吉少呀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小小的一个东亚前蝎 竟然能 所以兄弟们 一定要小心 越小的蝎子 可能毒性越大 反而像语音蝎这种 个头比较大的 毒性小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 大家有看到 如果您也喜欢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